一座在公園涼亭聊天 藍一男突然走上前 手上還拿著鐵錘 講沒幾句話 突然用力揮 朝黑一男的頭部攻擊 錘一下還不夠 還錘了第二下 被害人受了傷 女性有人趕緊報案 武器就放在旁邊 但面對警方的詢問 他不肯承認 也不肯配合 被攻擊的是六十五歲 蔡姓男子 當時和女性有人 在公園涼亭聊天 余姓嫌犯突然衝上前理論 質問是不是在講他的壞話 被害人覺得莫名其妙 雙方爆發口角 沒想要竟然被拿鐵錘攻擊 事發在五號早上九點多 新北市板橋板姓公園 被無故打傷的蔡姓男子 頭部撕裂傷 被送往醫院治療 幸好是沒有生命危險 至於商人的男子 被發現根本是個壘犯 嫌犯出現攻擊行為 已經不是第一次 今年四月的時候 他才在附近的市場 無故攻擊買菜的民眾 這回又攻擊在涼亭 休息的路人 兩人根本不相識 這回他直接被抓 也被發現是個通氣犯 余姓嫌犯打零工為生 有公共危險和傷害前科 四月在市場亂打人挨告 但他沒有出庭 四號遭到通氣 隔天就垂傷人被逮捕 多次造成別人的傷害 都沒有悔改 這回又因為打人被抓 通氣身份曝光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